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1年9月27日 星期一 大家好 這節仍然是聯合廣播 這節我們想跟大家探討一個話題 其實 這個話題可能是關我們事的 很多人都覺得三星對關我們甚麼事 三星對關我們事 三星對關我們事 三星對關我們甚麼事呢 其實關我們事 因為這個 可以告訴我們 有機會徹底否定 我們以往所讀的歷史的認知 整個中國歷史觀 首先中國歷史科 是一科宗教科目 近乎已經是神話式故事 神話式之餘 還有政治的 agenda在裏面 要操縱 中國歷史的源頭就是黃河流域 然後是中原地區 中國為甚麼叫中國 因為 他以為他是世界的中心 所以他是中原 甚麼都以中為主 黃河 河濤以南的地方 就是中華文明發源地 就是河南 河南裏面有雙丘 就是以前雙朝的地方 我們再看看 其實真正有歷史 就是雙 因為 夏商周 其實夏朝 是一個 可以說是神話式的歷史 沒有文字記載 到了商朝的時候 或者叫做恩 恩商的時候 出土了鴿骨文 才知道 中國的文字 是由當時的鴿骨文開始 當然鴿骨文也是象形文字 慢慢演變成算書 大算小算 然後才變成 現在的漢字 那麼究竟中華文化 中華文明 是不是會在黃河流域發展出來呢 最近三星堆出土的東西 就否定了這個說法 因為 我們看 現在的 恩商 出土的鴿骨文 出土的青銅器 原來三星堆的歷史更加長 是四千多年之前 已經有了 因為現在他們發現的那些物質 是起碼有四千五至五千年歷史的 然後 他們現在發現的太多裡面的青銅器 他的技術 遠遠比 西州的時候更加先進 大家都知道鴿骨文是屬於恩商的 雙朝 但是雙朝滅亡之後才到了西州 西州是有青銅器 西州和東州 總共是800年歷史 整個州朝的歷史 只有800年 到了秦 統一滅了六國 公元前 221年 秦始皇滅六國的時候 就是221年 加上800年的 周朝 等於 現在的3000年 雙朝 也是幾百年 即是說中華文化實際上有 文字紀錄 或者能夠 數得到歷史 其實 是3400年 還有 這是真真正正的歷史 之前的夏朝 嚴格來說就是傳說來的神話來的 但是 如果現在三星出土的物品 可以告訴大家 他是比中華文化早千多年 這個 是 令到大陸 不敢追事公佈 甚至會隱藏 隱瞞他的事實 政治上對於 中國共產黨用來維繫政權的東西 中國共產黨的維繫政權 不是靠 馬克思主義 他現在維繫政權的 靠的是這套神話說法 因為 三星堆發掘了很久 最近一系列的出土 其實今年三月份出土的時候 出土了的黃金面具 已經是 令到現在大陸震撼的 我想補充多一點 不只是 中國共產黨用來維繫政權 其實一直以來 就是不同朝代的政權 都在用這套神話 維繫政權 所以 這一套可能是有機會 不正確的說法 是經過很多個 朝代 都將他強化了 加固了 以往我們讀歷史 歷史阿sir一定會教你唸一首朝代歌的 唐嶼下商周 秦漢三國盡 南北徐唐五代 宋元明清文港 當然中間跳過很多東西 唐嶼是甚麼 是說三皇五帝的年代 三皇五帝 其實就是神話故事 是嗎 有這個 帝遙帝順帝谷鑽鑽 那些是神話來的 到了 現在我們 看到共產黨 很努力去維繫中華文明 去維繫這群人 去維繫他的政權 真的不是用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 他要你讓你覺得 你是中華民族 是遠遠留長的歷史 有多長呢 三千多年 中華文明不夠四千年的 現在 如果算是你 當然這個說法也有問題 當然 現在的三星隊 出土了大量的 裡面的青銅器 他的青銅器的構造 現在完全是匪夷所思的 所以那些專家 人人人都不敢說話 出土了巨型面具 整個人那麼高的青銅樹 你想一下 是四千多年前的產物 比起西州 還要做到一千多年 就會打破了這個 所有東西 華夏文明 去發祥的那個說法 就會被打破了 這個三星堆 後來是沒有了任何的後續 或者是被你 吸納了也好 吸納他已經不接受了 因為他才是發祥的 按照他的說法 但是如果他有其他更高文明 傳了一些東西給他 按他的說法他也不接受 因為他 原來我們不是始祖 我們只是 被人家教化的一堆人 因為 比他更高的文明 去教育他 現在 三星堆 由於他的地方是四川 在四川 當時大陸不肯承認 當是一個古屬國的人 他們現在叫古屬國 但是他們說古屬國沒有文字 那些叫古屬陶宇 他正在用一大堆 大家如果去找一些網上資料 你會發現 有大量的文章 反駁三星堆 就是中國中華文明 你可以看到 這是典型的大內宣運作 這次最新出土 是衝擊了 嚴重 衝擊了整個中華文明 因為裏面 找到大量的金氣 大家知道 在西州的時候 以青銅氣為主 很少找到金氣 玉氣也是 到了 春秋 戰國時代 才有東周 因為西州也不流行玉氣 東周之後慢慢 到巡漢 玉氣就開始盛行 但是 三星堆 也出了大量的玉氣 有斧頭 玉的斧頭 用玉氣做的斧頭 然後出土了什麼呢 象牙 以及背殼 大家知道 四川 是山區 是山區 四川跟海隔很遠 怎麼會在四川出土了大量的背殼呢 還有象牙 緬甸 雲南也沒有大象牙 緬甸 在泰國 柬埔寨有象牙 但是四川從來都沒有大象牙 以往 我們看三國演義 諸葛亮不是七禽七種藍蠻的萬鶴 藍蠻就是雲南下的那些 但是四川 本來沒有大象 萬鶴不是派大象來打仗嗎 諸葛亮找人畫公仔 所以 出土了那麼多象牙 其實也是顛覆了中華民族的 那個說法 中華民族 人家原來那麼早有那麼多的東西 現在人家考究就是三星堆這個位置 古屬國這個位置 其實 當時就是世界其中的貿易中心 他們裏面有大量的 是很純熟的黃金製品 而這些黃金製品 當時做得最好的應該是古埃及 所以如果 用科學位考古的角度去看 本來這些東西是沒有問題的 為甚麼會有一堆人覺得那麼難接受 原因就是因為你本身被植入了一些東西 中華文明就是華夏文明 華夏文明就是由黃河發言的 現在告訴你 原來是長江發言的 你先天說得不接受 因為你先被植入了另一種概念 而且長江的文明比你黃河文明還早千多年 我們跟大家透露一件事 有一位我們的聽眾 也是一位老收藏家 我們去過他那裏參觀 看到一大堆三星堆的出土 是跟現在外面的不同的 現在出土的是黃金 是橡牙 是海貝 是青銅器 但是我們看到的三星堆 是看到 一些金礦石鑄造的 叫做玉龜 就是好像一把劍 其實玉龜是一個拳杖來的 是當時的權力的象徵 看到玉璽 玉璽是 好像一個外星人頭那樣的玉璽 另外還有一個造型 好像一個蛇造型的人頭 而且那個 我們考究得像馬雅文明 像馬雅文明的人頭 下面有四個字 這個很肯定一定是文字來的 因為是玉璽 那個是印章來的 一定是一個權力的象徵 而這塊是用金礦石鑄造的 很重很重 然後還有一把 北斗七星劍 這把北斗七星劍 是有文字的 前面是有北斗七星 大家想想 在四千多年前的三星堆 已經懂得看北斗七星 文明是不是很早呢 而且他在北斗七星劍後面是有文字記載的 接下來 我們想跟 這位 收藏家 借出來 亦都希望到時可以 跟這邊的大學研究一下 做一個學術研究 因為 現在我們大家看到的青銅器就有個好像外星人造型的青銅器 好像蒙面超人 鹹蛋超人的樣子 我們也有個相同的造型 若莫 他的重量是很重的 起碼有幾公斤重的 金礦石鑄造的 而且背面 也有個文字 在這裏 以往我們三星堆 經所有青銅器都沒有文字 但是他提供給我們 全部都是文字 而且 很不幸地 他有把劍 還有那個玉璽斷開了 裏面 絕對可以 做化學研究 做碳14測試 因為 他認為這堆東西甚至乎超越了 4500年 比三星堆 更加早 即是說如果這堆東西送去化驗 有可能證實三星堆 不僅是4500年前的產物 甚至乎更早 好 因為我們這樣說 三星堆 在之後後世沒有任何的記錄 中國的歷史沒有任何的提到三星堆 四川這個地方 也沒有什麼歷史記載 那究竟 三星堆裡面的文明 有這麼先進的文明 但是人們消失了 去了哪裡呢 而且他們也找不到人類鞋骨 這個才會覺得很奇怪 既然有這麼多的文明 有這麼多的青銅器 但是仍然在三星堆 擱卡裡面找不到人類鞋骨 所以說三星堆 會牽涉在深層的討論 關於一些神秘的討論 外星人 外星文明 還有其他古文明的 智慧各方面的東西 就會有另一個level的東西走出來 因為你就這樣看裏面的造型 其中一個玉璽印章的頭 就是馬眼文明那一隻 又或者 我們有朋友看過 他像那些 兩河文明 他們說在伊朗博物館見過一個很像的東西 所以 究竟當時 古埃及文明 兩河文明 美索不達米亞 馬眼文明 是不是跟三星堆有一個聯繫呢 又或者 有一個說法 就是這些其實都是外星人的文明來的 是把外星人的最高的智慧 教導給當時的人類 但是為甚麼會突然消失呢 這個真的很奇怪 整件事開始變成普羅米收屍了 人類起源了 這次時間太長了 我們接下來可能會再抽一點時間 再繼續說 又或者 那些 出土文物 出土文物可以公開展示給大家看的時候 我們到時 就會連 實物一起給大家看 我相信 到時公開是世界震撼的 因為這些東西 是大陸也沒有的 因為這位床家 幾十年前 他在大陸 其實是一個出名的床家 當時 大陸有甚麼出土文物 都會第一時間找他 因為他最給得起錢 他可以說 是整個礦坑購買的 可以有這樣的財力購買的 所以 他提供到的是 全世界都沒有的東西 這次時間我們先說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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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